山地不当科学家改行卖坚果了 当院子里多的都堆成了坚果山 甚至还做成了坚果奶油 腰杆子终于直溜起来 干起买卖致富奔小康 先来看派总 浅炫俩美味鞋宝开个位 这从山地个脚里面刚紧了 谁也不服谁 还没念的哪是个 山地个旋风提 跨崽给他排树上 不长心的晚上还归进一树叶子 咋这么快就往前落了呢 秋天这么快就要来了吗 派总一看表 这不才六月份 山地闻出了这坚果不是撒好味儿 派总讲话 咔就完了 拔嘴给我闭上 咋玩能难倒大科一家山地 为了把树救活不断粮 看见坚果带死不拉活的样 山地先来一记本手 给树苗浇油水 顿时盆里身体一片蒙古云 紧接着再来一记妙手 让哪能加肥 树榻的锁猴 差点把山地整嘎过去 最后来一记俗手 快速生长大药丸的 咱就是说树苗子 一下到窜房顶上 砰那一下炸的壳哪都是 一个比一个拉了挂 还得靠山地自个儿 研究的生长激素 果不其然 树苗做的起此回生 有了这个生长药水 山地对着树根底下自己蹲盆 铁的 这回你营养可够了吧 山地逆袭当比奇宝第一女老板 实现坚果自由不说 还卖上坚果奶油 只比首富宝座 没人想 长出这种些坚果 各点各的大 下辈子炫满的 当院子堆得满满等等 这回猫都能量 可是足够足够的了 因为坚果太多 整个树屋都塞不下 这回可好 没个仓房你说还得了 山地赶紧给免费 立功小海绵要电话 没出发的这些坚果 说不要就不要了 让小海绵一车车往外拉 却被一个自称大石的 老毕灯制止了 小柯一套一套的 讲话熊孩子 怎么摆家呢 那不豁不人吗 都好玩的呢 给你本书 自个心咋吃吧 再往外撇 看我削不削你 小海绵一字不拉的 小给山地 该说不说 山地动手能力真的强 三两下的做出了 坚果奶油 打算送给村里边 他一种惨嘴霸子 一听就吃的 眼督直目光 临走还得顺走两瓶 一切终于恢复正常 山地咋还想要 耳根的嗡嗡的呢 开门一看 拖拍走那服 一般人超着把火的 要吃坚果奶油 直呼山地 你是我的神 没你都活不下去 山地脑袋瓜一转 这不妥妥的致富鹿子吗 坚果其实山地 和小米的声音 越做越大 不仅支起了外面摊子 而且还能上门闪送 路边的狗吃了都说好 坚果奶油需求量 不是一般的大 山地还特意 整个流水线 从生产坚果 他做出坚果奶油 一条龙腐 别提多省事了 但是坚果树 好像又不赢了 此时的山地 看见外面那群 为了举大吉的人 哪能听得进去 人心不是一天凉的 素叶不是一天黄的 最后一阵生长激素 茶几树根 坚果树 这把算是彻底废了 山地两个派能 很怕咱们来 一个旧树 一个用嘴做奶油 山地回来 一下傻眼了 坚果没了不要怕 生长激素打一打 羊毛也不能管可一个好啊 大师老毕灯 又出来马后炮 讲话了 你这不是过度开发吗 山地也没招 谁的树谁不心疼的 门外还有一帮野妈妈 想着坚果奶油的人等着呢 老毕灯告诉他 你多种两棵树 不就完事了 山地可是个专一的人 他就要这棵树 最后他搅的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还是好好把坚果树救活 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 索取可不行 这俩啊 走客 观人走好